果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才是最打动人的 这天小伙来到大山里收芒果 在半山腰被一位衣衫褴褴的大叔拦住了去路 小心地询问小伙要不要尝尝他带的芒果 小伙看到大叔背后背了满满一大筐 赶紧让大叔先将芒果放下 当大叔得知小伙上山的目的就是收芒果后欣喜若狂 大叔也是赶紧让小伙尝尝他家的大芒果 看到大叔满眼期待的眼神 小伙没有半点犹豫 随后大叔恳求地希望小伙能收走一些他家的芒果 老板你们来收芒果 把我带着一点好吗 当小伙问到大叔家的芒果一共有多少金饰 大叔瞬间就红了眼眶 原来因为天气原因 大叔家本就不多的芒果产量远低于去年 那些大老板嫌弃芒果量少 路还远都不愿意过来收大叔的芒果 没有车的大叔就只好一趟一趟地 亲自背到山下的县城里面卖 小伙这才在半山腰偶遇了大叔 虽然小伙此次上山只是为了踩点 但还是将大叔背上背的一大筐芒果全部买下 大叔也是毫不犹豫地将手里采摘的眼蘑菇一并送给小伙 并且小伙跟随大叔一起翻山越岭来到了大叔家的芒果地 看到大叔家的芒果个个都是又大又甜 小伙当即决定收走大叔家的芒果 大叔也感激地表示只挑大的芒果卖 大的卖给你们 小的留着我自己吃 小的留着你自己吃 对 要输的话就这种大大小小我们都给你收了 小的不好意思 没事 小的我们也能处理 我们就在这下不好意思买 经过小伙和大叔的一番讨论 小伙最终决定收走大叔家的芒果 但听到小伙说需要过几天才能过来 大叔脸上的笑容突然阴沉了许多 可能是太多卖家不好意思拒绝果农经常说这样的话 导致大叔以为小伙不满意他家的芒果 但小伙临走前 大叔还是拿出了家里唯一的大额 招待小伙吃完再走 或许是大叔的善良打动了小伙 第二天一早小伙就来到了大叔家的芒果地 但这时大叔的一番话竟让小伙直接愣在了原地 虽然不知道大叔的身上发生过什么 但小伙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大叔 这才让大叔再次露出开心的笑容 不停地道歉 待会我们把芒果都摘下去了 我就把钱付给你 谢谢 那还叫 后来经过小伙的询问才得知 原来去年有老板收了一万多块钱的芒果 大叔辛辛苦苦地将芒果背下身后 老板却没有给大叔结账 大叔知道那一万多块钱肯定是要不回来了 但大叔并没有因此放弃继续种芒果 经过大叔一年的细心照料 胸前都晒脱皮了 这才有了今年又大又甜的芒果 为了让大叔安心 小伙后面决定先把定金给到大叔 大叔 我先给你拿三千定金 你看可以吗 待会就是芒果下去了 别下去了 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好不好 好好 谢谢老爸 大大麦给你们 小时候也都会自己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